一個月前我在這裡宣誓就職總統 向全國人民承諾 我必遵守憲法建中職務 因此對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和中法民國刑法修正案 我已經在稍早依據憲法規定完成簽署 也將在今天公布法案 但同時立法院正式修法 除了在審議程序引起社會高度比率 相關規定更對憲法的權利分立 和制衡原則造成危害風險 我將全國人民報告 確保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 保護人民的權利 是總統的責任和審議 因此我們反對國會擴權 不是反對國會改革 改革國會的方式更應該合法合憲 尤其立法院的調查權 不能侵害司法權和監察權 更重要的是 不能侵害人民的隱私權 營業秘密 以及不表意的自由等基本權利 由此你宣布 我將向憲法法庭 申請示憲 以及暫時處分 以暫時處分